大家好,我是廖醫師 歡迎收看廖醫師的生活中醫 帶領你進入豐富有趣的中醫領域 用中醫來改善及添加生活的樂趣 接下來我們就來介紹一些常用的藥膳、藥甜 首先我們來介紹古宗義氣湯 主要是用來身體我們的中氣 可以讓我們的中氣充足、脾胃、消化良好 我們的氣也會健化 這裡面主要是因為夏天的時候 我們很多人會過時生冷、冰品 中氣會逐漸的下陷 我們這時候就可以用一些溫補行氣的藥材 來幫忙我們的中氣身體 這裡面用到的黃錫、人參 主要就是來補我們的行氣固表、補我們的中氣 那生麻、柴骨主要是在中間來轉換運行 陳皮可以消製、當歸可以補血 那生薑基本上也有溫氧形氣的功效 這裡面的白煮、提味可以有好的消化功能 紅棗跟我們的製甘草 就可以調和這些豬藥 再加上一些它有甜甜的效果 吃起來會很舒服 所以我們補充義氣湯 在冬天的時候也可以適度的去服用 這裡面的生薑呢 我們可以用麻油稍微先煸一下 它可以更加的溫補 這一個紅棗記得我們在烹煮的時候 要把它的外皮剝開 煮出來的效果會更好喔 另外我們台灣人很喜歡吃的燒酒機 那燒酒機 顧名思義就是用這些藥材 再加上酒去烹調 可是如果有一些不喜歡喝酒的 或者是家中有小朋友的 我們可以把這些藥材稍微的浸泡一點點酒 然後直接用水烹煮就好 那浸泡酒的原因是 要把這些藥材裡面的有效成分釋放出來 那在崩煮的過程當中 它就可以有好的效果 不用到全酒 那如果喜歡酒的 全酒的 你也可以這樣子適度的去用全酒來烹調 那它可以更加的增加行氣溫氧的功效 那這裡面用到當歸 用到紅棗、黑棗、用到枝甘草 那檔森主要也是骨氣的 那川宮它可以通行十二經絡 然後讓我們氣血循環更好 那桂枝除了有香香甜甜的氣味之外 它又有溫氧的效果 那像這裡的 我們用到黃棋 也是它可以有物表補藝的功效 那這些就可以來幫我們的中氣 也是適當的身體 然後又可以再加上一些 譬如說排骨啊 或者是雞肉等等的食材 來增加一些蛋白質的攝取 可以適當的增加我們的能量 用來度過這個寒冷的冬天 那麼有哪些人在進補的時候 要稍微注意一點點呢 第一個就是你有三高的人 如果你有高血糖、高血壓 或者是血脂肪過高的人 你就要適度適量的進補 不可以天天吃、餐餐吃 那樣子也會讓你的身體造成很大的負擔 第二個痛風的患者 你就要注意到說 因為這些補品很多都是用熬煮的 我們的苦力就會比較高 所以食用的時候 你就要去試量 那另外如果皮膚容易過敏的人 也要避免一些海鮮 或者是你的皮膚是屬於那種熱性的 就是遇到熱 你就會開始癢的人呢 要注意到說 多吃這些東西 也會讓你的這些症狀加劇 那另外剛手術完的病患 也要小心你的傷口 在還沒有完全復原的時候 吃上這些補品 可能會讓你的發炎反應更嚴重 再來 懷孕的婦女 也因為體質 是因為荷爾蒙的變化 她的住院可能會比較多 身體比較熱 所以吃這些東西的時候 也比較容易產生身體熱、燥的情況 所以適當的去調理 所以呢 如果真的大家想要在進補的時候 吃的健康一點點 其實可以適當的添加一些蔬菜 譬如說 玉米 憲針菇、白木耳、黑木耳等等 可以同時 這些菇類的多湯體 還有適度的滋陰的效果 黑木耳、白木耳這些 它也可以有潤陰 然後可以增加消化的功能 然後再來就是滋陰的效果 那可以避免過度的溫補後 造成的這些可能便秘 或者是口乾舌燥的情況 所以今天我們的介紹 是希望大家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 冬命進補 也可以在進補的同時 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度過這個冬天 甚至改變你的體質 謝謝各位 我是廖醫師 下一次我們再帶你 進入一些中醫的小知識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